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開箱這部 叫做Antarctic Air 是在HKTV Mall 全文按加100元左右 你又可以去休息了 盒子和Arctic Air 很相似 首先看到旁邊 HKTV Mall 旁邊也是這幾幅圖 我們比較一下 Arctic Air的盒子 大致上也是一樣的 另外那部 淘寶版那部 又是它 淘寶版的盒子 稍微大一點 看看 突出了一點 高度一樣 和Arctic Air的盒子 就更加相差遠 開一開 盒子來看看 首先 裡面看到有 橡膠圈 有Micro USB 線 說明書 大概看看 之後 裡面就是我們的機器 先拿出來看看 這個盒子 裡面沒有東西的 這部機器 是小的 大小是相差很遠 高度有分別 闊度長度也有些分別 前面有送風葉 可以調校上下 我們現在試一下風力 看看如何 先按一會 按一會 就會亮著藍色燈 按一會 就沒有反應 風速可以調校 風力是超級小的 開個風速計 放下去 風力大致上 只有1.5kmh 超級小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還是設計 打開它看看 看看 我們嘗試拆開它 旁邊有水箱可以打開 我發現剛剛 有個白色膠圈走出來 相信應該是水箱位置 用來防水用 剛剛我們看到 白色膠圈 相信就是這樣 有個蓋可以打開 裡面應該有濾心 咦 我看到濾心好像是被膠紙封實了 相信應該是被膠紙封實了 所以風力很弱 要把濾心拆開 一開始被膠紙擋住了 它有一條繩子 我嘗試把它倒出來 濾心被膠紙封實了 所以沒有封 我們先拆開濾心 看看 22片的濾心片 在這裡 要留意前面 有個箭咀仔寫著 前面 蓋上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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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意膠圈 不要掉出來 否則應該會流水 看看溫度有什麼變化 一開始是25.2度 現在是25.1度 吹了一會兒後 發現溫度降到22度 看來降溫效果好像不錯 根據說明書 原來有兩個不同模特兒 一個是A1 一個是A2 A1上面有LED的顯示 至於A2的 平價版只有三眼燈 這就是平價的 平價版 我們看看平價版 首先有風速 一段風 兩段 三段 開關鍵 另外有一個Sleep 按了之後 旁邊的水箱 是關燈 還有這三眼燈 也會關掉一盞 大約 我發現 按住Like之後 就會轉燈 按完之後 它會不斷自己轉 每兩秒 轉一次燈 按燈 到你想要的 關燈 按多一下 它就停定了 現在我們比較一下三部機 分別是 Everpolar Arctic Air 和Antarctic Air 三部機的溫度 以及它的風速 先看Everpolar 就是 大約6.8kmh 溫度是21.1度 然後就是 Altarctic Air 風速是7.5kmh 溫度是22度 你看到 它出風的範圍 是比Everpolar 小一級 最後就是 Altarctic Air 我們發現 風速是8.2kmh 而它的溫度是21.7度 現在我用熱感相機 一次過偵測三部 冷風機的溫度 這部是Cat的S60 有熱感相機 我們先看 Everpolar 風速的溫度 19.8度 其實也挺亮的 至於 Arctic Air 22.6度 接著 就是Antarctic Air 當然 一分錢一分貨 Everpolar 是10倍價錢的 但它的造工 和冷凍效果 是最好的 另外的功能 亦是它最多 而其他平價的 例如 這部 淘寶版 和這部 Antarctic Air 大致上 是很接近的 有些是涼少少 不過 細風一點 它就大部 風的範圍大些 但是沒有那麼量 所以 視乎 你要風涼 還是要冷凍 風量越低的機 看來冷凍效果 就越好 風量慢慢開始大 溫度就沒有那麼低 至於 最貴的Everpolar 在風力上 範圍上 和它的溫度上 都是優勝的 另外 在濾芯方面 我們看到Everpolar 裡面的濾芯 除了大之外 裡面也是非常密的 還有很多片 吸水層 在這裡 而這個 Arctic Air 相對上 濾芯會比較小 另外 它的吸水層 會比較少 亦排得比較少 至於 淘寶版 吸水層 會更加疏 而最後 這部 Antarctic Air 我們看到它的濾芯 是比Arctic Air 比較密 由於它的出風位 做得細 所以 接近數目的吸水層 迫在一個比較窄的位置 導致它排得密 亦都令到溫度 可以更進一步地降低 另外 要提醒一點 我們用這些 入水的冷風機 它可以制冷的條件 就是要夠乾燥 乾燥 水才可以蒸發 才可以降溫 如果我們濾度達到90% 或者以上 你就不要想著 可以用它來吹出涼風 另外再補充一下 今天測試的環境 是25.2度 濾度69% 接近70%的濾度 所以 今天冷風機的制冷效果 屬於一般 我今天開箱 這部Antarctic Air 以及它的比較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